今天来讲玉石的薄姜 来看这一块已经是玻璃光薄姜了 其实薄姜在我的简介里写得非常的清楚 薄姜一定是沿着物品的本身的纹理而形成的 绝对不会是一片糊或是乱七八糟的 因为我看到很多东西都是这样 我观察了很多东西以后 只猜懂的 就像我在简介里有说 就像人脸上的那个皱纹一样 你的皱纹绝对不是随便乱出现 它一定是沿着人身上的肌肉 筋骨头这些组织内部结构 然后出现的皱纹 就算你非常皱得非常严重 你看起来还是像个人 可是如果是烫伤就好像玉石酸洗一样 它的表面结构就会完全消失 你那个烫伤的皮肤 看起来就不是不是很 那个跟原本的组织就是不一样 绝对是不一样的 然后石头的氧化 看这一块已经是玻璃光了吧 这块应该算玻璃光 我感觉算了 因为我都找这种圆玉玉璧来排 是因为它表面的纹理 我比较容易排出来 你如果有凹凸的 我在排就有点困难 这种的氧化 你看这块应该是算蛮老的 至少有一千年以上 它的氧化 沿着玉石本身的纹理 已经在那个玉石的表面 很明显的表现出来 这个才叫做保浆 如果你拿到的玉石 看不到纹理 整个糊成一片 甚至连玉石本质 都看不出来的话 那就是假货 它氧化到最后一天 化为尘土的最后一天 你都是能够看出 它是一块玉石 它是一块石头氧化 绝对不会看不出来 就像人死掉 就算肉没了 皮没了 金没了 你的骨架 看起来还是人 可是如果你是拿去勺的话 或是经过特殊处理 那就会比较不好判断 你会知道那是块石头 可是你会看不出那是什么东西 玉石 瓷器 木头 竹子 脚 这些全部 你只要能够流传下来的古董 那个 一定都是沿着它的纹理 在做氧化的 然后这种氧化痕迹就叫做保浆 这是我懂的知识 因为你抛光 你现在的抛光你也抛不出来这样子 沿着石纹 沿着任何物体的纹路去抛光的话 我想没有人能做得出来 绝对没有人做得出来 也不会有人发神经去这么做 因为这个工比他能赚到的钱差太多了 这个比雕刻一个美丽的图案出来还难 你要沿着那个玉石的纹理去做氧化的话 做雕刻的话 可是大自然就有办法 因为这个玉石它本身材质有硬有软 你酸洗的话是不管它里面什么结构 一律破坏 表面是很均匀的样 就整个整个咬一片下去 它不管你材质有没有 是有硬跟软的部分 可是如果是大自然的氧化 它一定就是 从材质结构最弱的地方开始氧化 然后硬的会流起来 慢慢氧化 虽然最后都是会变成土化保浆啦 可是它的过程中一定是让这件东西的纹理会变得特别清楚 然后所以你如果有两块不同氧化程度的玉石 你也可以比较出来 那个保浆的程度是差很多的 因为它那个纹理表现出来的就会差很多 像这一块就是很清楚 我就是拿这块出来讲解 如果我有其他的就是 这个纹理它是淡淡的在表面 就像蝸牛爬过那样子 它只是浅浅的表现出 玉石的纹理的话 那就是比较年轻的 就这样 应该是可以听懂我讲什么话 只要是那个有接触过的人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没有在骗人的 就这样了 好